退房之后却被饭店指控弄脏了床 要求赔偿5万块钱 有网友po网求助了 他说家人在嘉义兰坛附近的一间商旅入住 结果隔天退房之后 接到了饭店的电话 说他们把饮料打翻了 弄脏了床垫床单 而且狮子大开口 说要求5万多元的赔偿 最后还说好心的打八折 不过民众认为了自己当时是有把瓶盖锁紧的 但是因为房间里面没有监视器 实在难以举证 而引发争议之后 业者低调不愿意回应 其他业者则表示 通常只会着收清洁费 消保官则建议民众直接提出申诉 住饭店不小心弄脏 地毯床单在所难免 但竟然有人被要求赔偿5万块 网友po文求助 家人入住嘉义一间商旅 当晚买了一瓶有盖子的饮料 没喝完放在桌上 也确定有盖紧 没想到隔天退房后 却接到饭店电话 说他们把饮料打翻在床上 但房间里头没有监视器 难举证 无奈表示 对方狮子大开口要钱 还记存证信函 只能这样无缘无故被骗钱吗 没有遇过要索取5万块 这么高额的金额 我们都会着收 因为我们台湾是以服务为出发点 着收个几百块 还是甚至一两千块这样 像业者通常 摸摸鼻子自认倒霉 或着收清洁费 但来看看网友案例 业者开价床垫 四万七千六百块 保洁店两千一百块 另外还有床单 备套等 加起来超过五万 还好心给八折折扣 但算下来也要四万多元 让网友直呼太扯 要求业者提供无损的照片 有人质疑 难道是清洁人员自己打翻的吗 还有人痛批 根本就把嘉义的饭店名声给弄臭了 事情爆发后 业者很低调 不愿回应 究竟是开高价坑人 还是真的严重毁坏货品 恐怕都得拿出证据 才能书分明 这蔡崇武将一报道